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郑平县 这个视频拍一下郑平县的阶级 我刚到郑平没有多久 我现在是在郑平县的兆河公园 这个公园还是挺漂亮的 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公园的人挺多的 今天的天真蓝 蓝天白云 这边有好多月季花 这边有个桥 可以到那边的小岛上 我不过去了 这边有很多大人带着小孩在那边玩沙子 我现在去县城转一下 这个公园就不转了 这个公园还是挺大的 这是郑平县的御顶广场 一个休闲的小公园 公园还是挺不错的 下面一个牧船 桂花真香啊 这边应该是郑平县的新城区 这个小区还是挺大的 感觉住的人应该不会少了 他们这一片还是挺热闹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 他们这里的门面行 基本上没有空着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郑平县 郑平县是河南省南阳市下辖县 距离南阳市三十公里 总人口八十多万人 总面积一千五百六十平方千米 郑平古城聂阳有着四千多年 玉雕历史 玉雕文化渊源流长 博大今生有中华玉都之称 是中华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这地也是中国近代名将 彭雪峰将军的故里 前面应该就是老城区了 前面的街道变窄了 这一会儿出太阳了 有些晒啊 说实话人家这个街道还真不窄 双向四车了 正品老城区 还是老城区热闹啊 这是他们城中间的一条河 不是叫啥河 这边应该是正品比较热闹的地段 正品的万德隆购物中心 这是正品的法治广场 在县城中心位置 有很多的大人带着小孩在这边玩 这是正品县的一个主街道 南北走向 叫做建康路 这条街看着不咋的 但是还是挺热闹 挺繁华的 紧上花够人心 他们这里还是挺热闹的 前面是正品汽车站 这是正品县 南边的一条街 主要都是卖建材的 现在天马上就要黑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观看再见 再见